字幕君 《字幕君》 Hello 大家好,我是Name W'Hall明智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摄影棚这里呢 是要拍我的新歌的 M.B. 那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青春 那这首歌呢,是我跟Jerry C.一起合作的 一首新的作品 那这首歌呢 是改编至 Canon Rock 也就是当年的Canon 改编成Canon Rock 然后再改编成Canon Rock 2020 那这首歌是在向 OG YouTuber致敬 那歌词呢 是在表达呢 当初我们YouTuber 在最早期的时候 在十几年前 创作的一个最初的理念 跟最初的目的 我很少会遇到 比我早完YouTube的人 可是今天我遇到了 我遇到一个人 叫做Jerry C 耶 欢迎Jerry C 耶耶耶耶耶 今天我们就来拍这个MV嘛 叫《你是我的青春》 其实就是改编至 这个Jerry C的经典 摇滚歌曲 叫Canon Rock 那我们的英文名叫 Canon Rock 2020 Jerry哥我想问一下 那时候为什么你会有 那个想法 把那个Canon 改成Canon Rock 因为我从小就是学 古典音乐的 就是弹钢琴 然后但是那一阵子 我就是彈琴琴 他弹得很疯嘛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一个韩剧 叫我的Emmanuel 哦 难怪 那时候对 看了那个电影 然后因为里面配乐 就有用到那个糖 因为那时候 玩摇滚吉他玩得很凶 就回来的时候就觉得 因为实在太好听了 就突然就临近一动了 那不然我就来把它改变成 一个摇滚版 那时候我记得其实蛮多版的 有什么钢琴啊 摩木吉他啊 你这个版本是比较完整的 一个完全的改变 那时候就很轰动 可是轰动到最后呢 因为他的标题是英文的嘛 然后他又没讲话 就弹吉他很多人 其实不知道那个人是台湾人 那我顺便告诉你们 你们这个人到现在呢 十多年后呢 是台湾Sony音乐的音乐总监 就是其实我要表达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那时候我们 在网路上发表音乐什么 我们不是为了 那个什么点阅率啊 赚那个钱啊 那个广告费业配啊 连他那时候上传 那个影片的账号 都是倒载的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在找你的时候 你有什么 你没有觉得 干这个人干嘛找我 你有什么想法那时候 会不会找你做一些 你不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还好吧 只是这个假法就是让我 哦对 要讲一下这个头发是假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仿造 当年的 他在那个房间里面 弹那个 cannon rock的那个发型 十多年前 F4最火红的时候 的那个头发 你知道吗 这有点像窄窄我觉得 该本来要做住校店 结果变窄窄 这些可以拉下来一点 那今天我们来拍的这个MV呢 最难的地方就是它是一镜到底的 而且不只我跟Jerry哥两个人哦 是很多人要一镜到底 就是大家都不能出错 所以在拍摄事前呢 可能一个几个礼拜 或者甚至一个月 他们就要开始来排练 就是这里有不同的主别 有一些表演才艺的 都要先排练 今天早上很早就来这里走位啊 排练 甚至事先来看景的时候 就知道大概要 要沟通要怎么走这样子 拍摄的是算蛮顺利的 就拍了五个卡 那五个卡里面有两个是能用的 我本来以为拍二十个卡 因为我当初 接触到明智的邀约的时候 其实还蛮兴奋的 有一种有机会 跟偶像一起合作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那时候就有跟我说 他很喜欢这个歌 然后他要改变这个歌 就是有点像向我致敬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就说 他会想要还原一些 之前的一些东西 那他也没有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然后就 我今天一来拍的时候 我一看到那个布景 哇 很熟悉的东西耶 那就是我之前大学 在外面租房子的那个套房 然后因为我刚刚在装法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准备了一点假发 一戴上去 完全就是我以前那个样子 一戴上去的瞬间 我照了镜子 好像大学时代 回忆走马针穹跑出来 在当年的时候呢 YouTube还没什么人在用 你知道吗 很多人甚至连YouTube 这个字都不会念的时候 那时候有人念YouTube啊 YouTuber啊 当初呢我们是非常的真诚 来分享我们的每一个作品 当初的YouTube呢 是非常的自由 非常的好玩 其实这种低成本呢 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在台湾念书 暑假我们回到马来西亚 我就拿一个烂很烂很烂的DV 那时候叫V8 我就拿给我朋友说 欸你又被拍 其实他来台湾是念烘培的 我就说你要不要帮我拍一下一个MV 就在马来西亚拍了一个MV 就乱拍的 就拿那个DV就乱跟着我乱拍 然后我就上传了 那个是我在YouTube的第一个作品 然后那个也是开启了我这个 YouTube的人生的一个影片 因为这个影片后来就爆红了嘛 就很多人在看 让我有一点自信 就让我去继续做其他影片 因为在这首歌之前呢 我是写了300多首400多首播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根本没有人理我 那我把这一歌 送到唱片公司送到哪里 也没人在理我 索性就是说 把一首最不可能发表的 充满脏话乱七八糟的歌词 的一首歌呢 先放到YouTube去 因为YouTube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看 根本没有人在在乎YouTube这个东西 所以我放上去 只是当个好玩 分享给朋友看 结果我朋友一放上去之后 结果就在马来西亚的南方 那边就爆红了 然后就很多人就用MSN传给我 说 欸你最近你这首歌很红很红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MSN是爆掉的 所以就是那时候开始 我就 这个是我第一首上传到YouTube 也是我觉得 最不可能卖出去的一首歌 那我上传了之后 就受到大家的很大的回响 然后我就继续做做很多歌 一直到现在 所以其实呢 我还蛮感谢YouTube 然后开始就扩展到 跟海外的人合作 就有跟泰国人啊 还有些越南啊 日本啊 然后慢慢跟越多国家人合作 因为YouTube它本身就是国际化的 它不是说一个局限在一种语言的市场 所以我就越做越多作品 就是我觉得 当你作品越来越多人关注的时候 你更不能失去自我 因为其实很多人说 欸你现在作品越来越多人关注了 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 比较主流的东西 不要太多歪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在看 我觉得反而 我更要坚守着当初做YouTube的初衷 更要坚守当初的原则 就是还有一些最初的理念 漠望中初啊 对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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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everybody 大家一定要支持我跟Nemi 華明志一起带来的全新作品 你是我的青春 那请大家多支持我跟JerryC合作的这首 你是我的青春 让大家找回当初看YouTube最初的感动 莫忘中初 我也是有更加不太 sodium 你给你了 你算不错 你算不错 你觉得咱们